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还是要欢迎一下大家来到 幼化教育反汇插画的一个公开课 预热课课课堂 我来看一下咱们 反汇班的大口爱来了多少 敲一个五给我看一下 让我看到你们 反汇班的大口爱能超一个五哦 我熟悉一下大家的ID 好 灵之万能甜甜的卖了泥 还有万夏夏夏夏天一二三 是不是还有0706的 还有呢 还有呢 好 后面应该陆陆续续会进来了哈 嗯 我们今天就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嗯 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我是穿业了 穿业 然后这一节预热课的课堂呢 主要目的是因为咱们公开课 这个是 预热课就是我们在正式上课之前 提前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举行的一个公开课 然后咱们已经报名的学员是等的比较久了哈 因为我们幼化招生也是提前半年开始招生 那么开始提前报名的同学等的比较久 中间就安排了这一节课 然后正式上课的时间呢 是在这个月的24号 所以 这一节课也是给大家瑞翘升行 现在是7号 然后呢24号 还有将近半个月 半数多月的时间 然后这节课呢 就讲一下相关的一个 嗯 PS的软件 然后 版会的一个安装 然后还有一些笔刷的使用 然后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关于画人物头像的一个信稿 这一块会重点的讲一下哈 因为前几节课也是上了一些 在群里上了一些 呃 伍利克公开课之类的 其实给大家上了一种 呃 上了色啊 完整的一个人像 那是可能这个频率 这个节奏比较快嘛 所以大家上课的时候 听得比较迷糊 因为本来对PS这个工具 也是比较陌生的 然后也没有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操练 所以 这节课的重点呢 不在上色嘛 重点是在咱们这个行上面 好 这节课是这样子安排的哈 好 后面陆续进来了很多可爱哈 好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上课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哈 咱们上课用到的工具呢是这个 嗯 可以和手园板 会 手园板 那么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PS哈 大家有准备好 就是今天我在群里已经发了那个PS的安装包 不是 这个PS安装包其实是在班主任很早之前就已经上传了这个PS的文件了 大家已经下载好了这个软件的同学 敲一个3 然后我看一下大家已经准备的怎么样了 现在工具就是PS了 首先看一下大家PS准备的怎么样了 有的话就敲一个3 好,3敲起来 好,目前呢 来了的大可爱呢 还是已经安装了 非常好 然后我们安装后 如果你们在安装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把那个 看一下好 我还把那个安装的那个安装包的那个安装教程也下载了 就给大家再过一下 就是你们在安装这个PS的一个这个是Win版本的 Windows版本的一个它是2017到2020的一个通用安装教程 也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群文件里面 大家要时刻关注一下 咱们马上上课了嘛 然后有一些东西都会 重要的东西都会传在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这个文件夹里面 在这个地方有个Windows版的PS2018 然后这个是Macro版的 就是苹果的那个系统 没有下载的人 是不多吗 还是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在这里下载 如果没有安装包的同学可以在这里找 然后有这个安装教程都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的话 文件夹里面有 然后这个步骤也是比较详细的 是要先把那个解压 解压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这个文件的一个运行 要把这个文件运行 然后再去安装这个PS 然后它是这里有一个设置的安装位置 我其实建议大家安装位置不要安装在C盘 你说你看这里是除了C盘以外的磁盘 你都可以就是放满 因为C盘的话 如果你C盘够大的话 像这种绘画软件 它可能用的比较多 就是内存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你的C盘很满的状态下 很容易导致这个系统要崩 就是突然如果崩盘了的话 你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还是保险一点 下载到内存储存空间大一点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这个就是一个安装完毕之后 它就可以进行运行和使用了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好玩 你要不要来 然后有PS的同学使用了手绘版了吗 使用手绘版的同学敲一个三 不对 敲一个五吧 就是咱们用了手绘版的同学敲一个五啊 因为最近不是那个安装的手绘版 还有一区同学是后面买的 买的型号呢 也是跟我这一款相同的 是CTL 672 然后这一款是普通基础入门款 对还没到货的东西 这一款就是包括这一款里面的一个软件安装包 是在因为我买的也是这一款嘛 我当时买的那个商店也是同一家 所以我就找了那一家推荐给大家了 那一款的那个里面它都会有那个驱动器 什么叫驱动器呢 我也下载了那个驱动器的一个安装教程啊 这里我就怕大家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一个安装教程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带啊 PS安装包在群文件里面啊 好呗 这个群文件里面就是老师有上传过的一个群文件啊 这一款是咱们的CTL 672安装说明啊 这里也有讲到它的数位板的一个作用啊 它其实是代替鼠标在电脑上面绘画的一个操作工具 那么本身呢 它是没有什么显示功能不独立使用 所以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必须连接电脑的哈 这个是大家了解的 它必须连接电脑 所以我们的绘画基础三要件 一个是手绘版电脑以及绘画笔哈 这三要东西一定要有 然后连接电脑它的一个这个显示灯哈 这里就是显示灯 在这个这个左边有一个显示灯 不同的版本可能显示灯位置不一样啊 所以只要连接上了它那里就会亮起来 然后你的笔每个手绘版都会配一只笔的哈 笔上面在这个板子上面进行操作的话 这个这个东西就会跟着就像鼠标一样啊 就像鼠标一样跟着你的笔在动 在你的电脑屏幕上面动 所以需要安装好驱动才才能有那个感应和压感啊 这个就是呃这个软件里面有正常压感的话才能才能画画啊 我们如果没有压感它依旧能够像鼠标一样这样操作 但是如果没有压感的话 你画画就不一样了啊 画画不一样 有什么样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我们有压感的笔 大家可以看到变化 只要我轻一点或者是重一点 你看就是轻一点 它就细一点重一点就粗一点 这个才叫压感啊 就是它会有压力感应 压力的感应啊 然后它会这个笔本来就带参数了啊 带参数的话 不同的笔它画出来效果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嗯 你看它就是 它有的笔它不明显 所以你测试的时候尽量找那种呃 有那个压感感应的那种笔来测试一下 有没有压感正常啊 好 这个一定要自己 嗯 去把这个东西安装好啊 然后进行自己进行一个测试 所以我们拿到手绘版的第一件事 一定是要安装驱动啊 而且这里也有说明电脑 如果是电脑之前有安装过其他品牌 或者不兼容 这要注意不兼容的数位版驱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数位版它是分型号的 以及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型号是CT267R 那么如果你之前或者是你之前买过其他型号的板子下过数位版驱动器的话 你后面新买的那个板子可能跟之前的那个型号驱动器不兼容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你的数位版出现驱动问题异常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画那个压权站出来那你就检查一下你的这些地方是不是是不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呃呃呃的数码上面的一些东西要了解啊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它是需要卸载掉这个驱动 再重新安装的 这个重新安装 就是要先卸载掉之前的 一定要卸清楚 把那个相关的内容都卸掉 然后再去装新的 它这里强调几次了 就是说这个里面强调几次了 就是说要先卸掉之前的 再去安装新的驱动 它还详细解释了 怎么卸载驱动的 这个分了Windows和Marco系统的 两个操作 然后这个大家自己可以 针对你自己的一个电脑系统 进行一个卸载 这里又详细讲到 怎么安装驱动 简单的就是 数位板连接电脑 然后指示灯亮 亮了之后 你下载的驱动器 一定要放在桌面上 然后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这里有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第一步数位板连接 第二步驱动下载 第三步驱动安装 按照这个步骤来 还有图文详解 所以咱们在认识上课之前 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 不能等到上课的时候 再来问安装驱动 这些问题 一定要在上课之前把问题解决 而且咱们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 一定要在提前做一些练习 所以也是这节课的一个目的 就是会交代一些小的练习 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尽量的去打好一些基础 所以到时候画的时候就不要慌 是吧 提前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而且我也可以看一下大家 一个练习的基础 这样我就好有针对性的来 给大家进行一个指导 因为本来就是咱们画这种东西 不是说所有人都是 都是没有过基础的同学 那么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吸收能力 他也分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作业指导上面 肯定会有一些差异性的 所以老师上课 或者是看作业的时候 都会对待大家 这个差异性 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也是教学的一个重点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画作业 多多画作业 然后多去家常自身的一个练习 安装之后 这里说的是一定要 一般就是要建议重启 大家安装之后 你就重启一下电脑 重启之后再去打开 开始用 这个就是驱动正常的一个图 安装过程中 必须连接电脑 指示灯必须常亮 好 你只要用的时候 你的灯就是亮的 亮的才是正常的呢 然后这里会有一些 安装异常处理和细节的处理 大家如果有异常的同学 就是驱动安装有异常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是在今天上传到班级群里面有的哈 就是手绘版驱动器的一个安装包都打包放在里面了 然后这一个驱动教程呢也是在这个安装包里面 我就是单独拔出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遍过一遍哈 好了 这个有问题的话 再回到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哈 好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敲一个六哈 敲一个六 这个文件还是讲的比较详细了 大家在这个文句上面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敲一个六 而且他这里还说到了什么是压杆哈 也是用文字表述的 就是你在板子上画 随着低度程度的不同 显示出来了线条粗细 和深浅颜色不同 压杆级别越高 变化越均匀 线条更细腻 精准度更高 读取速度更快 性能也就越好 好 这些大家如果有遇到问题再来看哈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PS如何操作的 有了工具之后还有那个有不是用PS的同学用平板的同学 你要下载规划软件啊 这个数捏工价格 比方向平板的话 sia 这个增用平板有 Pablo 评续 车根部真的不在于是 那个较乌鞋 是 你们下的话,那个好像是要在淘宝上购买的 然后还有笔刷,这个笔刷是我已经上传到文件里面的 一定要关注这个文件哦,这个东西我已经都上传过了 这个是笔刷,就是ABR结尾的一个文件夹是笔刷 然后还有这个纸的纹粒也是打包发到群里了 大家到时候又用的时候就自己去下载啊 好,我们现在就是把PS打开之后,只要双击它就打开了 双击打开之后这里会有个新键 这一步中呢,你们就习以为常的,直接新键之后 命个名,就是跟你们的作业名称一样 比如说你是,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你的名称可以先打一个编号 比如说2021,09,07,就表示2021年09,就9月7号 然后作业名称你可以写是预热课 预热课呢,就是给自己的作业名的名 这样更方便一些,到时候下载下来的时候 它的文件名称就是这个新键的一个名称,画板名称 然后这个宽度,高宽是一个A4纸大小的一个尺寸比例 这个我们平时画的话,就是这个A4纸的大小比例,就不用更改的 然后分辨率是三改,也不用更改,这个都是默认的 然后点击确定之后,这个画板就建立成功了 所以这一张画板,它是一个空白页面,就没有画任何东西 这里,这个涂层,这里已经显示了一个背景 那么这一层,最涂层,不要去动它,咱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新建一个涂层 就是这种样子的,透明格子的 就是这个,这个涂层一,就是你要画的位置 上面会有一个透明的一个网格,网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新建涂层,在上面就可以开始做画了 嗯,那个泰的那个操作,到时候也是之前有发过在群里 到时候再发一下那个软件的使用哈 然后今天呢,主要讲到一个空比练习,空比练习 空比练习,我们第一件事,因为大家现在,呃,现在在跟课的同学 咱们在跟课的同学,有没有准备一下,就是一起做一下练习啊 有的话,准备了好的话,抄一个五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空比练习啊,为什么要做空比练习啊 为什么要做空比练习?就是,咱们在遇到这个,尤其是灵机组的同学 没有接触过这一个板,板会这个东西哈,没有接触过手绘板画画的这个同学 他可能对这个软件不太熟练,然后会有一些不适感哈 就是,本来之前都是在,都是在那个纸上画,对吧 在纸上画的话,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然后再用手画板画的话,它就是媒介不一样了 而且你的一个感觉上面,手感上面也是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适应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个加强练习 通过一个量的积累来熟练它,来适应它哈 啊,这个那个笔刷哈,大家,呃,那个笔刷也是要在这个上传了的文件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下载下来哈,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到桌面上 你看,把这个下载之后,把它下载之后,它在这个文件夹里嘛 然后在文件夹里之后,把它拉进来哈 其实直接把它拉进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明显一点 这个笔刷,ABR结尾的一个文件 直接拉进来,看到这个鼠标,鼠标有一个加号 直接拖,然后一松,它就直接拖进来了哈 这个,就是最快捷的一种方式了 直接拖进来笔刷 现在还没有安装笔刷的同学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式 把那个笔刷拖进来 如果,你看这个笔刷是之前我下载过的 下载过的话,这个笔刷就不要了哈 不要了,我就直接拖,拖进,拖掉这个垃圾桶 这里有个垃圾桶的样子 它叫删除键啊,点击拖进去,它就删掉了 好,这个笔刷准备好了 我们选一支铅笔吧,铅笔就是跟那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放大的一个效果 这个放大缩小,放大缩小,画布哈 我觉得我还是打字了,看得更清楚 放大,放大缩小,画布,这个它也是可以打蚊子的,这里有个T,排版蚊子工具,可以在这里编辑蚊子,直接点一下它就有了, 然后这个编辑文字呢,到时候你们画的作业都可以用来编辑学号 就是把学号用这个文字拔出来 放大缩小,画布是按住 等一下哈 按住else,按住else 回到这个文字工具,把这个 Belt键,再加火轮,鼠标火轮,鼠标 好,点击,这里有个勾 上面,刚才这里有个勾 然后这个就是自由缩放,画布大小 然后如果没有那个鼠标的同学,可以点左边的工具栏,里面有个像放大镜一样的工具 这个叫缩放工具哈,快捷键是Z 这个也显示了缩放工具,Z,放大或缩小,图像的视图 工具和快捷键作用都标记了哈 直接点上之后,再直接单击,单击就可以了 你可以单击你们的手,绘画笔哈 然后再按住这个alt,再单击,它就变成了缩小 这个也是方法哈 按住alt,点击缩小 然后按住的时候,它就可以放大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快捷键,常用快捷键哈 诶,画布 因为这里没有新建画布哈,所以它这个笔在上面,它会显示一个横杠圈圈,一个横杠的标志 这个地方就是,你没有新建图层,没有选中图层,我画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图层,叫图层1 它是按顺势来的话,你这个图层就是智能顺势 也可以给它命名,这个图层呢,你可以随意给它命名 嗯,你可以命名,空笔,空笔练习 然后再点一下,它就编辑成功,然后再选择画笔工具 英文状态下按住快捷键B哈,就是画笔 画笔工具如果笔太大,在这个地方可以调节画笔的大小 这个,这一个栏,这个栏,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这一个,这个东西 可以在这个里面,窗口,窗口就是找到你的画笔 你点一下,只要这里打了勾的,说明它已经显示了 一般我们常用的几个工具,一个是历史记录,一个是图层,一个是颜色 然后再加一个画笔,就这三个哈,这四个哈,这四个哈,这四个 点一下,拿个勾,它就出来了哈,如果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没有找到这个,这几个框框的东西哈 可以在窗口里面去找,这里,窗口在这个,顶上,顶上的那个工具栏里面有个窗 在这,好 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这些工具在哪里找的,同学可以敲一个5 大家找到了吗?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它其实它开始的时候是在这里的哈 它其实开始的时候是放在这里的,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就是它的一个工具是拼在一起的 比如说现在,工具是这样子哈,你看它可以自己粘上,它可以自己粘上的,你们可以自由的摩动它 如果不想要,不想要它出现,你在这里有一个折叠为图标,看它显示折叠为图标,点击一下,它就,就变成了小图标 然后再拉开,它就变成大图标了,有时候你可以自由摩动它的时候,不想它太占地方,那你就把它缩小 好,这个可以单独都拆分的,只要哪里,你放在哪里方便,你就把它拆到哪里,这个很快捷啊 这个工具其实不常用的话,你就可以缩小,放在边上,放在边上去,就不要占地方 然后图层和颜色,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画笔,也是我们要选择画笔的时候用到 好,这个就放在一块,也可以放在左边,也可以放在右边,这个随便哈,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就来 好,快捷键还有一些常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橡皮擦 橡皮擦是1,这个是画笔,画笔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是可以给大家画一个 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像画一样的东西,然后橡皮擦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橡皮一样的东西 这个我在预测课上讲详细一点,到时候,咱们开课的时候,大家就,我就不讲太多了哈 如果来不及看的同学,一定要看一下录播,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后面在开课之前一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助大家做一些练习哈 好,这个是橡皮擦,这个是画笔,然后这两个呢,可以交替,交替就是,你可以把橡皮当做画笔一样去擦除一些东西 它是,也是能够起了一些,呃,绘画上面的一些,刻书记忆的一个作用哈 然后,在英文状态下,英文状态下哈,这个东西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去按快捷键 如果你,就是,嗯,方便的话,直接按,直接来回的切换,直接在键盘上来回切换这个工具,就是,就可以了 对,今天的绘画软件是PS,对,没错 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在熟悉我们用到的工具之后,去做一些控制练习 刚才还按了一个,嗯,快捷键,快捷键,快捷键,就是撤回,也就是撤销哈 然后,有些同学可能按,按,按CounterZ,它会,它会,它会那样,就是,按Counter加Z,就是撤回 但是,有些同学,它那个Counter加Z,它只能,只能撤回一步啊,只能撤回一步 然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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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撤回的时候,它又返回到了上一步 就是,不能连续撤回的话,你在这里编辑里面去操作一下 快捷键,键盘快捷键设置,在这个里面,选择这个工具里面有一个应用程序菜单 把这个快捷键用于,这个地方改一下,然后这里有编辑嘛,编辑 编辑,我看一下啊,撤回,就是Counter Counter,Counter加Z嘛,后退一步叫Counter加Z,就是撤回啊,这一个后退一步就是撤回 你点一下之后,这个地方,更改快捷键,直接按键盘,比如说这里是Counter,Counter的话,你就直接按下Counter Counter,Alt,把这个删掉,先删掉,然后按住Counter,看到了吗? 怎么回事,重新来一下,Counter,B,对,就是,你的键盘直接按Counter加Z,它就,它就已经显示Counter加Z了 这个不用,不用去那个,不用去单独打这个Counter,直接Counter加Z,然后因为有些同学,必须按住Counter,Alt加Z,这是因为之前这个键,它是Counter,Alt加Z,你要把它换成Counter加Z,就点击结束,点击结束之后再确定了,确定好了,它就可以连续撤回 对,连续撤回,就是这样 群文件笔刷,我看一下,这一个版会人物ABR结尾的一个文件叫,就是笔刷哈,这个文件是笔刷 就是先下载,下载下来,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直接往这里拖哈,往画笔这个框框里面拖,它就下载好了 共比练习的话,我们,嗯,大家可以开始一些练习,就是说咱们用这个画板的时候,大家可以说一下咱们,嗯,平时画板会的时候,就是之前做了一些练习的同学可以说一下,你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啊,可以 可以聊一下,就你画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板子太滑呀,然后,就是,线条不直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不知道大家没遇到可以敲待评论区哦,画到什么地方控制不住啊,嗯,对,今天也有个同学跟我说,就是,就是, 看球眼分,手眼分离的时候,总是,嗯,总是抓不住位置啊,然后,有点晕 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可能是,就是,就是,脑子跟手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了,哈哈哈 其实这个也是分离,因为手眼分离,本来就是,要手跟眼之间嘛,手跟眼 上面,既然它是分离的,也就是说,手在手绘板上面,眼睛在电脑屏幕上面,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呢,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眼睛看到的是,电脑屏幕上面的一个鼠标点,就是说我现在写字的位置,我要看到的是这个,而不是关注,你的手在这个手绘板的位置在哪里,一定要关注, 去强制刻制自己,不要去看手绘板上面的位置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看你的手在手绘板上面,哪个位置,一定要关注的是,你的鼠标在电脑上面的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克服一下,不要去看手绘板啊,然后你的,你在画的时候,你的脑子要带着你的手走, 就是说你的眼睛要,要顺着你的手来,你的眼睛要顺着你的手来啊,对,跟盲打一样,没错,这个很好,就是,打字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打字打拨的,就不再看那个,除掉剑了啊,直接就是看那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评论作业的时候,在这个,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个评论区吗,然后在这里打字打拨打拨, 然后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就一般只是盯着这个方向看,然后手就不停地打,不停地打,对,给大家看作业是这个状态的啊,这个,一定要克服一下,这个手眼分离的一个习惯啊,还有是,手抖的原因,手抖是吧,手抖它其实就是,嗯,这里有个东西,可以,大家可以, 看一下自己,这个上面,对蓝,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平滑,平滑这个东西呢,可以,开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平滑是调到0,然后我画线的时候啊,这个,这个,你们有,有这个,看到这个平滑的时候,你们自己要尝试一下,因为我现在发现,可能,嗯,要尝试,要那个,把那个手抖的感觉画出来,然后再去 把这个平滑打开,打,打开,就是,打到百分之十几的时候,你再去尝试一下,可能你的这个,线条,它就给你自动的一个优化,这个能够理解吗,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让你的线条没那么,抖,也不是没那么抖,反正它,它的一个,它有那个矫正的功能,线条矫正哈,这个平滑, 有,有开的同学可以,敲一下,敲一下,敲一下数字啊,敲一下数字三,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不要调太大啊,因为调太大之后,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你本来是画这么大一个圈,但是它只显示了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你开太大,它只会画,画到,一些地方嘛,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去, 尝试一下这个度,一般有时候,画不好的时候,就会开到百分之,百分之十几 啊,万能,凌智万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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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这个,是吧,就是,自己有没有感觉,这个摄筑上面,不一样一些啊,自己可以感觉一下 好,这个设置的话,自己去尝试一下啊,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吗,像这个平滑,这个地方就是,帮你们,矫正一下,气条,对,熟悉一下位置啊,好,那么我们拿到手块板之后,对这些工具熟练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练习了啊,做一个小练习,那么就是,咱们的空笔练习 在我,那个,我们公众号里面,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如何练习线条的一个文章啊,那给大家看一下 有画,在当然也有画的一个工作号里面,工作号里面有一个,嗯,图文教程嘛,就是这里有一个画,画教程,点开,点开,好,点开,这个里面,在下面一栏,有个版绘的, 图义栏目,点开之后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手绘法,线条练习,基础教程,你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因为我们第一步需要做一些空笔练习,那么这一篇文章,就是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嗯,空笔啊,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画的时候,可能没有目的的去画的时候,就会,就会尝试用这种,嗯,这种方式去画,那么画的时候呢,它是随意性的,就没有,没有目的性的在画, 然后它的线条可能随意一点,但是,就是比较流畅一些,就,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把线条尽量化的流畅一些, 然后这一个要点就是,你画的时候一定要快,一个是快,然后一个是要流畅,就是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有时候手抖的原因,一个是画的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工具比较,比较光滑,然后因为你们之前在纸上画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有摩擦力,因为纸本来就是凹凸不平的嘛,对吧, 有那个凹凸不平的纹理,所以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阻力,这样会减少我们画的时候,嗯,画的时候那个比不稳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手抖的, 手抖板它其实是一种,嗯,手抖板的屏幕,大家可以有的话可以摸一下,然后手抖板包括iPad,屏板那些,它的屏幕是比较光滑的,所以有些同学会买那个内纸膜,你们如果觉得手抖板太滑,可以选择在淘宝上面,买一个内纸膜贴上去,这样的增加摩擦力,然后有那种在纸上绘画的一个效果,就增加阻力嘛, 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贴那个,但是我发现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可能是因为那一块膜比较滑吧,然后我就把它撕掉了,撕掉了直接直接在这个上面画,就没有再贴过膜了,然后后面就画了画了习惯了,就觉得它滑一点也还好,就是用惯了这个滑一点的模式哈, 然后这种像,这种的呢,是区域模式,区域模式是,就是画一个封闭的区域,然后再在里面去画线条啊,这个是我们这节课可以尝试练习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嘛,我们先画一个封闭区域,就是用那个,你可以现在用一个随便选个颜色嘛,在这里画一个封闭区域,这个线条,画的直了线条有快的键的哈,大家看到这个键盘上面啊,显示了一个shift, 那么这一个,这个shift就是我在按着这个键,我一松开它就没了哈,一定要按住这个键,然后再去画,它就会自动把你的线条挖直,但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哈,尽量是自己来画,自己来画,对吧? 就不要过于依赖这个工具,因为它这个工具,其实画出来的线条是没有轻重变化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咱们用这个工具画出来的线条是没有轻重变化的,我们这个画出来,直接画出来的线条,它是有轻重变化的,对吧? 画出去了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你要保证,那个线条是自己画出来的,然后保持这个线条与线条之间呢,有一定的间隔,对吧?有一定的间隔,然后再去,这样去画 如果是画错了,画歪了,直接按住康水加7,撤回哈,这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就每天你如果有花一定时间出来,就是一定的时间来练习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它虽然有点枯燥了,但是很重要,对吧? 我们每一个会画基础,第一步都是要加强基础练习嘛,然后这种东西它相对枯燥一点,可以画这种填图格嘛,然后这种凸出去的地方,你按住一块的键,可以把它擦掉,然后这个块的键呢,它也是可以,就是橡皮同样也是可以按住shift的, 然后就去擦,它也可以像画直线一样,用直线的方式来擦除 这个就是一个快捷方式啊 好,如果觉得这种线条比较粗糙的话,你可以再选择用这个,比如说你想要什么形状啊,就是花形啊什么的,有三角形啊,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画切线了啊,就是画那种斜线,然后画斜线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这样子去练习嘛 画斜线的时候就撤销,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如果把这个平滑再打开,它就会稍微有一点延迟,这个延迟哈,你看我现在打开打,打得太开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延迟, 延迟,延迟,延迟,延迟耳,延迟啊。延迟哦。延迟,延迟,延迟啊。延迟结呈到延迟,延迟有一点延迟哈哈,可以 aur这个平滑不要打得太高了啊, 最后再来画,这个圈条尖点尖尖额图压,宁护快一点啊,等它再用歪 efficient这个要快一点啊, 然后像这种线条可以接的,在这个地方可以尝试去接线。 然后这边也是,你就趁着它的三个方向进行练习。 然后这边也是,这个横向,就尝试的去做一些这种空笔练习。 还有一种,就是画圈圈,画圆圈。 大家可以这样子,通过一个画圆圈的方式。 这个是,因为这个笔它设置的是长,长按之后选择那个啥。 好,哎呀,屏住呼吸哦。 就是这样子去尝试着画圈,尽量能够紧凑一点均匀一点的线条。 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画竖轮啊,然后像画眼睛一样啊,去画圈。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不要挨住,就线条尽量不要挨住,像这种地方尽量不要挨住啊。 然后去尝试的去画,去看一下自己能不能,自己能画多大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自己画的这个圈圈画在群里,看一下谁的大,谁的更大了,谁的圈数更多,对吧。 这个每天都可以练一下啊,每天都可以练一下。 就是不要,也不要太枯燥,就是可以换着拔子面嘛。 然后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随便画一个图案,我随便画一个图案,然后在这里面去,去装饰一下啊。 像,像这种,是吧。装饰一下,用线条去装饰吧。 这个,这个空柄练习啊,一定要每天有时间都可以练习一下。 然后咱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呃,教大家认格式嘛。 好,先把那个框框,先把它拉出来。 也是按照Shift。 比如说你作业,作业有多大,啊,作业有多大,你就先把那个框框拉起来。 然后在这里,画一个,然后在这里画一个框。 这个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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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反正就是这样的区别 然后这里可以写上日期 比如说是2021年9月7号 然后写个日期嘛 然后这里写上日期之后 这里就一张归页了呀,对吧 然后这个可以放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放大的筷子键 先放小 好,在这刚才我们画的比较小 然后按住Ctrl T 按住Ctrl加T,两个键一起按 然后在这里拖个脚 这里给左上脚,右上脚去拖 拖一个脚起来 然后它就可以自由的缩放了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子去缩放 你是没有按住一个快捷键的 的shift 你把这个shift一起按住 其实它这个快捷键就是shift的Ctrl 这三个键 你都去尝试一下 它是会有不同的效果 好,这个就是拉大的一个效果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再继续去做练习 但是呢,它放大之后线条会变粗 这个要注意哦 就是不管你是画一根线还是画一组 或者画一个素材,画一个线稿 它放大之后线条会变粗哦 因为它是整体放大 整体放大 好,这个空笔练习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抄一个7 大家回去一定要练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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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在这个练习上面 大家就这样子去练哦 这个可以帮助到你 防止你的手抖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小作业哦 大家如果 对,还有那个建立相册 大家把这个作业 如果画了作业的同学 把这个作业上传上来哦 你看,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下 自己要建立自己的相册对吧 笔刷没关系的 笔刷你选一个合适的就行 比方想一个合适的啊 像这个笔刷的话 你看就是这个长袋的比较 长袋的有常规画笔 干戒指画笔是戒指 然后这四种前面四个是 呃,ps自带的 这里面的笔刷都可以拿来用啊 就是可以用这种 这一款还比较 比较,我经常有时候 我经常会用到 就是干戒指画笔里面的一个 这个 终极硬性前笔 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大 把这个像素放大 这个像素放大 就是把画笔放大了 然后呢,它的一个 你们有看到这个 它的一个肌理就不一样 跟这个实行员的一个肌理 还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啊 选择的笔刷呢 这里面有很多 尽量带这种有尖尖的 两头尖尖的笔刷 这样画出来的现场 它 它是有两头尖尖尖尖尖的那种 那种 那种效果 种不种? 种法敲一个期 大家记得有 把这个 练习呢 有时间每天练一练 然后再擅长 然后大家可以 也做一个打卡嘛 就是平时的一个作业 好 你看 大家今天相册都见得差不多了 如果还有同学没有见的 到时候 麻烦再提醒一下大家 然后 自己把自己喜欢的一个图片可以 上传一下 然后作为封面 是吧 或者是你们把自己的作品 作为封面也是ok的 好 然后今天我们再回到我们那个素材图上面啊 讲一个 杂案例 那么因为之前不是说那个起行 大家都不是很 不是很会嘛 好 然后今天再重点讲一下起行对一块 这里就把它缩了 隐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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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他就是 不是咱们VIP的同学 素材图在哪里找呢 也可以在这里找的哈 在这个右画 右画公众号里面 公众号里面 直接回复 绑范藏素材图 好 这里 它会就 它就会给一个素材哈 大家如果想要入素材图的 可以去 在这个 公众号里面 回复 绑范素材图 如果有其他的 也是这样哈 比如说 水采素材图 采青素材图 素苗素材图 都是这样子啊 这是快速找素材图的一个方法 这里呢也有学习咨询的微信 这个是唐方老师的微信 右话3图微信号 今天上课的是这一张素材 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敲一个7 知道在哪里找素材图的话 咱们VIP的同学是提前上传了素材图的 可以在咱们的VIP群里面找到 好 素材图呢 直接可以这样子拖进来的 直接拖进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素材图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拉 拉好 直接拉 拉了之后放手 放手 它就进来了 然后这里可以点击缩放 还是之前按住Counter 不是 按住Counter加T之后 它就选择了 然后再按着Shift它就可以自由缩放了 这样子就可以给它自由选择了 好 今天呢就是画这一张素材 那么今天的风格我们就不画那么写实的东西了 画一个偏可爱一点的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画信稿的时候 对人物会进行一些比例上啊 或者是那个五官还有那个人物 有些东西可以进行一些简化的地方 对吧 我们就通过这一个案内分析一下 怎么平时怎么画信稿呢 好 还记得咱们第一步是干什么吗 我们拿到素材图之后 本身要找一个画笔 看不到了 等一下哦 诶 等一下我去找一下老舍 圆圈 先画面没切过去 看一下 稍等两分钟 哦 只能看到幼环Logo 只能画了白切 只能看到幼环Logo 嗯 是不是 哦 哇 太扭车了 诶 那是显示在上面吗 哦 现在有了 OK了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可以的话超一个1哦 可以的话超一个1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好的 看到了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 今天试着画一个Q一点的 还是之前的方法 先画圆 大家知道这个圆 在这个左边工具栏里面 它会有一个圆形工具 叫左圆工具 去继绘绘 这个工具是可以 可以继绘绘圆形的 那么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 它的时候拉出来 你看 拉出来它会有一些颜色原充 所以 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调整它的模式 如果不是 磁心填空的话 你就这里 中间不要给颜色 然后边缘那个 苗边的 轮廓线啊 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给它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是调整轮廓粗细的一个地方 这个像素是调整轮廓粗细的地方 然后现在它就是一个轮廓 然后按住也是按住shave的 它可以画出正圆 按住shave的画出正圆 然后再点击enter 一个圆就画好了 这个是最快捷的方式了 如果你们画的话 画圆可能比较费劲对吧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做到 这个图层 这个圆它其实是一个矢量的 它这里会显示一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路径 使用选择十两图 那么你就可以三格化一下 其实它三格化之后就变成了可以随意编辑的一个东西 就跟我们画别画出来的那个一样 如果你没有格式化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一个 你看它拖动的话 拖动 选中它 它拖动的话 它可以编辑的 比如说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编辑的 你只要把它三格化之后 它就变成了跟我们用笔画出来的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 在这个画笔工具下 按住Alt 它就会变成一个吸管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是上面显示的字母 Alt 变成吸管之后 你可以随意去吸取 你画不上所有的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吸一下 这个这个叫呼笔节 对呼笔节的一个颜色 好的 画一下 诶 这个是卡住了吗 卡住了 对 它有点卡 等一下 它有点卡 刚才没反应过来 大家有时候换个可能也会卡 哦 比较正常 稍等一下 然后现在可以把画笔调大一点 然后你在这个画笔情况下 按住Alt 它就能够吸取 你看现在有变色 然后你吸取这里的颜色 它是粉的 然后吸取脸的一个颜色 它是这个肤色嘛 头发 吸一下 然后它是这种深色黑色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吸管工具 它可以快速的吸取颜色 然后这个脸 它是正脸 正脸的话 它一般好发一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找到脸部中轴线 因为脸部中轴线 它是比较偏 偏中间嘛 它这个脸的脸部它是比较正的 什么型号的板子 那我用的是那个CTL672的 Walkhom的一个入门板 基础款的 所以这个头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 主要就是分成两部分 上面的一个头 下面的一个下巴的部分 如果你要画可爱一点的话 要记住 这个地方 就是说 人的一个 如果你的一个正常 按正常标准比例来的话 可能你这个 培勾线定在这里 然后鼻子定在这里 那么下巴 它的一个比例 跟中庭 差不多的话 那么 如果是画正常的一个标准比例的话 它的一个下巴位置 可能会定在这里来 定到这里来了 这个是正常标准下的一个 比例关系 就是说 1比1的那个标准嘛 这个是画比较写实的 那个效果 这个画写实的效果 然后如果我们想往可爱一点的 想往可爱一点的这个方向去转变的话 我们要注意这个下巴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 整个 这个下巴 从 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从颅顶到下巴 它的整个脸部的一个长度 长度啊 这整个长度 越长 也不是说越长 就是说 在正常体力的情况下 越短 它就可能越可爱一些 这个可以理解吗 理解的话 挑一个1 就是 这个长度 从A点到B点 这个长度 是正常的一个标准比例 画写实类的一个标准比例 把下巴往上面挪到C点之后 它会往可爱方向进行转变 就是把整个脸部进行压缩 就是AC 小于AB 就是把这个整体脸部的长度比例压缩 能够达到可爱的一个效果 这个能够理解的话 敲一个5 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个小朋友和大人的一个五官 其实你们可以听到就是说 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小时候看到过 然后长大之后 隔了好久才看到 就发现这个人 就是可以说他五官长开了 人长漂亮了 是吧 就是长得挺挺欲力啊 就更加显成熟了 那个就是因为你的整个五官长开了 然后比例变化了 所以整个人就变得更加成熟了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 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头 头了 头比较大 然后 下面部分 他就这么一点 可以这样子去 可以这样子啊 就是说他小时候 就是头比较大嘛 你可以观察一下刚出生的小朋友 他其实是头比较大的 然后五官集中在这个下半部分 就是头的一个下半部分 比如说眼睛啊 鼻子啊 嘴巴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画可爱风的一个 也是根据他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绘制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画那种比较萌一点的Q版一点的小插画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画一个这种类型的小插画 可以怎么画呢 也是 也是可以 先观察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把这个头 我就画小一点哈 把那个头画在这里 就用一个人形表示他的头 然后他的下巴这么一点点 连接下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下和骨嘛 对吧 就是有个转折 这个地方有个转折哈 就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转折 就是领部标志性的一个转折位置 就是我们下和骨 就是在咱们画人物的时候 比较容易把这个地方画圆的地方 但是有些风格呢 画这种比较卡一点的可能会把这个修圆一点 但是如果是画这种人物的话 一定要表示一下这个转折哈 不管你是画的圆还是画的风 这个转折结构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把它画出来哈 然后这个也是中转线在中间 在中间哈 在中间你就画一个中转线 辅助线嘛 然后眼睛 眼睛位置在哪里 眼睛位置哈 在这个头部偏下一点的整个颅顶到下巴的这段距离 可以靠下一点的位置 可以标志一下眼睛的位置 再去区分一下鼻子嘴巴 对吧 鼻子嘴巴 然后像这种眼睛的话 画前一点哈 再会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下眼睛 眼睛的话你可以也是简单一点哈 用这个切线去表示一下 它可以放大一点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比例 就是跟这个正常的一个比例 你看这个正常的一个标准比例 它在整个脸部的一个比例是不是比较 这样的比较小 可以看一下哈 整个眼睛的一个宽度 是吧 占整个头 大概多少份 大家可以就是测量一下 也就是说这根线 还有一个发际线哈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是D 好 这里就是三平 三平的一个位置线哈 这个是发际线 发际线到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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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省哈 穿过眉省这个点 然后再到鼻头 或者是鼻尖 或者是鼻底 反正大概是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再到下巴 这个是鲁顶 这个是鲁顶 鲁顶 鲁字没写错吧 哦 写错了 应该是鼻子旁 是鼻子旁吧 这样子写的吗 大家敲一个字 我看一下 我怕我写错了 这个鲁顶 就是头的一个顶部 但是它上面还是有头发遮挡的 有头发遮挡 所以我们实际情况下 眼睛的一个比例 它是正常的比例下 眼睛的比例大概是有 有那么十分之一的样子吧 有那么十分之一的样子 但是我们画插画 画小朋友 可爱一点的风格呢 Q版一点的呢 它就是会 把这个 哦 是这样写的 头颅 头颅 颅顶 这样写的 对 mooting 好 我们如果把它转化成这样子 对 现在换个颜色 因为它这个颜色已经 好 转化成这种风格的话 一个是 极其简化了 它就直接用圆去表示它的头了 用圆去表示它的头了 就已经省掉了很多 很多结构性的东西 所以在画的时候 像我们插画这种东西绝对是对 那个零基础比较最友好的一个化妆了 但是你要掌握它的一般规律 它的一般规律 那么这种规律呢 就是在专业的一个基础上面进行的一个总结 对吧 总结下来给大家 然后大家理解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理解之后就可以了 不完全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 在这种方法之前画这种风格的时候 画这种 什么写实人像的一个结构上面 有太多过多的一个 过多的一个掌握 然后大家能够理解 对吧 所以这种转化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你整个头它其实 其实这个圆就是代表了它这一块部分 就是用这个白色 黄色 这个圆呢 其实是代表了它整个一个头 头头的部分 这个也可以换颜色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进行简化之后 直接用一个语言代替 然后下面部分 下面还有这一块部分 对吧 这一块部分 也是之前说 如果我们画写实人像的比例的话 那么这一个下巴我们就会定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吧 但是我们画这种的 可爱一点的 它就会把这一段距离压缩 所以整个头就看起来 小巧 小巧 小巧一切了 然后这个眼睛 再回到 回到这个 这一块 到鼻尖吗 听学是说的 那个鼻尖的位置是哪根线 这个字母 可以用字母来说一下 这个圆 这个圆 对啊 不是 如果我们是画这种Q版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代表地间了哟 对这个圆圈 如果是你带这个真人这个写实的照面 去画这个圈的话 一般是这根线 会到鼻底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因为咱们画的时候 就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参考嘛 平常我们在画的时候 自己可以找一下自己画的时候一个规律 其实平常这个线 其实大概是在鼻底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像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这个圈 离这个头发 是不是 因为它的一个头 这一块 它的这一块 这两边 还有黄色 这两边 头的这两边 大家可以摸一下 它不是圆溜溜的 像我们这根红线一样圆溜溜的 是吧 它是比较偏平的一个面 也就是这一块 也就是这一块 圆的一个椭圆形 就是这样一个椭圆形 椭圆形的形式 这样子转的一个头 那么这边呢 它其实到这个边缘的地方是头发的厚度 所以这根线你知道这个位置该画什么 该画头发 是吧 头发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头颅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靠里面的一个位置 靠里面的这个黄线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外边 紧贴的这根红线的位置 是我们画头发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 你自己找的参考信 你可以自己要留意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关系 但是我们转换到这个可爱风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是鼻底了 因为它整个鼻底压缩了 然后我把这个眉毛 眼睛定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这一块部分 是吧 这一块部分就是 画这个三 就是五眼 就是五官 画五官的位置 所以这一块 这一段距离 如果把鼻子定在这里的话 那哪里 画嘴巴 对吧 就没地方画嘴巴了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定的 比例不一样 画的位置 也要有变化的 也是有变化的 然后这个是画为眼睛 然后这一段距离下来之后 你可以定一下鼻子 因为下面还有嘴巴 嘴巴是 找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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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画 鼻子 鼻子 啊嘴巴 如果是要画这种可爱的话 那你就 鼻子不能 不能画成这个样子了 不能画成写实的那样 这个鼻头啊 鼻翼都框起来 不要是这样子画啊 那个就跟这个风格不太搭了 所以这个画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什么风格 是什么画法 对吧 鼻子其实画这种可爱的风格的时候 就是一个可以这样子画一个小的鼻头 或者是画一块小点 都可以表示的 就是这样画一个笔头也行了 比如说也是这样子画 这样子画 它不同的一个风格 它画的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眼睛 你也是这样子去表示一下 用简单的形态去表示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眼睛画好了之后 再去把眉毛 眉毛的话也是 看着它的形状嘛 就是简单的画出它的特征来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抓特征 然后它这个方眼皮 你也别忘记给它加放哦 对吧 像这样 它的眉毛就表示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领形 觉得还是不太喜欢的话 可以继续的 把它往里面收 收小一点 让它看起来更精致一些 然后用橡皮擦去修改型的吧 这个橡皮擦也要灵活的用起来 然后这里 에�59 Tiere 蓝 蓝 蓝额 它有一个颜 coatings 蓝颜色 蓝颜色 在这里不是颜色 还有蓝颜色 蓝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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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比例不一样的话 它就大耳朵会显得脸小一点 这个是有时候画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如果耳朵画得比较大的话 会显得脸小 但是你不要太大 也跟我们眼睛画的大小一样 就是说眼睛不要过分的去太大 就是也是有个比例空间在那里 你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小 你觉得合不合适 就是你自己看着舒不舒服 如果太小了也是不舒服 太大了也是不舒服的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些并角 头发 头发这里把发际线画出来 就是这个地方 不用去抠发丝 你先把这个 它大概是分成两边 对吧 分成两边 看刘海 刘海 这里一边 这里一边 那么你画的时候 就把它概括成为两边 好 这个形 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这里有个中分线 中分线的话 这里的头发一般是 这样子往两边的 往两边去扒的 你看 这个地方 把头发 这样子用那种分散的 往两边分散的线条 把头发拉开 分组 这边也是 然后再加上什么发型 就画什么 这个形状 先不要画那个 画墙 然后把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双马尾 是双马尾 双马尾的话 它这里就会有两组 就是拱起来 这边拱 拱 那里拱 就是这个头发的一个特征 把特征画出来 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小 这个这种呢 这种翘翘的一个头发 看 这种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简 简单的提炼出来 就是说你把它这一块 用这种 线条提炼一下 把它夸大夸张化 因为它的这种 插胖一点的东西 它必须 用这个装饰性的东西 去凸显它的特征 这里 如果有一些小的发丝 你可以翘一点 这个地方也可以 完美的利用起来 这个地方 有一组 有一组分叉 然后在这里 穿插下来 穿插下来之后 又有一组 这样子 又有一组区分开 然后再下来 就是把这些地方 可以多加一些变化 而不是直接的 一条线拉下来 这样子的 跟这样子的 两个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你是 简单的 一条线画下来的话 跟这种 你一个 两个 三个变化 就是 肯定就会有 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明显 就会 丰富一点 画面就会 更加 活跃一些 你看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地方 就画一些 小的分组 好 下来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可以 再找一个分组 然后再下来 下来之后 这里还可以 再来一个分组 好 这个时候 你就要 就要清楚 知道自己 画的位置了 这里还可以 来一些小的分组 就是 你按照 画面的需要 进行装饰 好 这个是在下面 出来了 你像这一组 这一组 是从 这个下面 对吧 然后在上面 压了一组 就是去找 这些大的 快面杆 就行了 然后在下面 压了一组 对吧 这个地方 你就继续 把这个地方 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好 这边的话 同样也是 那种方式 你找到这些 像有一个 小翘脚的 都可以 把它夸张化 然后这个地方 来一个小翘脚 你就把它夸张化 来一点翘度 弯度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 拿一个小翘脚 好 再下来 这里 这里 拆个分组 拆分组 然后这里下来 又拆个分组 然后这里分组的话 肯定会有分叉 一定要记住 有分组的地方 就会有分叉 这个地方分叉了 那么它就会有穿插 这个地方就是 会有一个 前后的穿插 然后这里也会有 前后穿插 这就是我们在 起行的时候 要思考的地方 就不是说 你看到什么 又画什么 所以我们在 画插画的时候 需要一些 主观的一个提炼 主观的一个提炼 就是你 你可能要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里面 这里来一小组 然后下来之后 然后再穿插一下 其他的 然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用 大胆一点的线条 扶线条 因为这种头发 一般都是 翘起来的一些 比较活跃一点的画形 像这种 荒马尾的 它的一个特征 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对吧 有没有 有个画 敲一个六 就咱们在画 这种东西的时候 只要把特征抓出来 就行了 这个方法 大家掌握了 画敲一个六 或者是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你可以 拿在公屏上 你看中间 你觉得比较空的地方 来一点 来一点 这个 小的一个 发丝 但是不要太多 像这个地方 可能分组多了一点 这个地方分组多了一点的话 可以再进行一些简化 尽量 尽量保证一个地方 三个开叉 就是最多的 不要插太多 就是不要 开叉的地方 插太多 这个比较偏 可爱的一点 那个 公屏了 然后 这上面的一个装饰 装饰 是后面 可以再加上 看这种可爱的话 你的肩膀 就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就是说 你可以温化的 肩膀温化的太宽 或者是脖子 也温化的太宽 就这样子去 让它的一个 结构简化一些 可能到这个地方 就把整个 它的一个特征 表现一下 往谈衣服 就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种地方的 画墙 都可以 因为这种装饰性 比较强 就是 可以把这种装饰性 强的东西 把它画出来 然后 蝴蝶结 蝴蝶结 在这里 这个蝴蝶结 就是用简单的一个方式 去概括它 就行了 还有一个 人士 它是比较 装饰性强一点 这里会有个 蝴蝴蝶 蝴蝴蝶 粉粉的嫩的 可以把这个形态 表现出来 然后这边 这边就看不到了 但是你也可以画出来 就是 把这个 蝴蝴蝶 给它 画这一称 啊 板会是8月9月24号拍课 正式上课 正式上课时间是9月24号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那种偏卡通一点的啊卡通一点的形象 那么这个你只要画出来的就是平原创的了哈 再加上上色呢就不一样了 今天主要讲性稿啊 因为大家平时对这个还没有开始上手 上色的话可能跟不上的话就会有一点点难度 那么今天就主要讲这个体型 因为我看有些同学比较喜欢这种可爱一点的风格 所以今天就教到大家如何去进行一个转化 就是说把照片如何转化成这种Q版的东西 Q版的线稿 然后上色的话其实咱们到时候在课堂上面讲解的一些上色方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有些地方你如果觉得有些地方位置还可以移动的 可以通过快速选择 就是用这个L快捷键L就是选区 在这个地方叫套锁 这个叫套锁 套锁工具把它圈起来去移动 这个是快捷移动方式 就不需要重新去修改它 不需要重新去画这个位置了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多呀 它其实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些 这样子表示一下这个 尔甲昌号之类的一个结构 就是进行一个简化 这种方法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有没有找过这种方法 就是转化成这种可爱一点的风格的方法 其实它比较简单 仅仅画几个就掌握了 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这一张 如果学到了的话 敲一个6哦 咱们性稿 咱们版会翻的话 也会升到这个 因为后面安排了 两节课是画儿童 一个画儿童的 那么这个画儿童的话 我们就想把它Q版画 就是画那种Q版一点的 就不画写实的那种风格 像画大家可以尝试 各种不同的一个效果 就可以在风格里面去找到 自己喜欢的一个类型 好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那个 好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那个 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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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课表吗 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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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吗 一共是14节课程 然后里面会讲到 首先还是前两节课 前三节课是 两节课是基础 前面两节课是基础 然后在后面 这个是人物头像信稿 在上色的一些背景 这个呢 就是以一个案例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就是说从头型到发型 然后在领部如何上色 整个一个构图 这个就是通过一个案例进行讲解 然后后面就是几个案例进行分析实战 有女孩男孩小孩古风 这四种 这每一种都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所以就是整个下来 大概有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完整人像 这课程上课的话 就是用PS和手绘版进行的绘画 然后这个是咱们海报的风格 这四画这种清水彩一点的感觉 如果想了解课程的同学可以加一下 诱画客服宝宝的一个微信 诱画客服宝宝的微信是刚才就是 有在公众号也可以找到的 是诱画 诱画二三 这个是咱们助理老师的一个微信哦 想一起学习的话可以 联系到客服老师 这个也是刚才咱们说到的 写实和转可爱一点的风格的一个 笔笔上面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第一节课我会讲到那个 第一节课还是以写实的一个案例来分析 就是这一个案例还是你写实的那种风格来画 你写实的风格来画 那么后面讲到的小孩呀 大家可以画那种Q版一点 欧美而差 欧美而差 就是这种偏而差一点 是的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眼睛的特征 是吧 眼睛特征和妆容 它是比较偏欧美一点的风格 我们在画的时候 像我们画这种眼睛的时候 如果再欧美一点 它可以把这个上眼睛 就是把这个上眼睛的一个形状 可以改成这种菱形 就是再上翘一点 把这个对吧 把这个睫毛 跟眼尾的眼线 再往上翘一点 就会更有那种风格的偏向 所以这个就是 不同风格的特征 表现的不同的画法 一般画欧美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上眼睛 这个眼线的地方 会加得很重 然后下眼睛 也是会这个地方 会加重一点 再靠工作 这个就是个草稿 教大家怎么会去 进行一个转化 分割的一个转化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要记住 就是咱们在这个前面 还有一个练习 就是空笔练习 一定要把这个空笔练习 每天去练习一下 就是不管画得好不好嘛 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 还可以进行练习的 多去尝试的去画一下 就是那个作业 大概一定要 平时可以多上传一下 这个东西也可以画哦 就是你们也可以尝试 去做一下这个信稿 就是画一下这个信稿 看一下大家 对这个比例的掌握 感觉怎么样 好 这一刻其实讲的内容 比较简单 前面是作业传文件 还是传图 图片 传图片啊 因为文件有时候太大了 就是下来起来不太方便了 直接把图片保存好 这里的图片怎么保存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图片是 画的这么 画的纸 画的这一点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 嗯 这个裁剪一下 这里这个左边的工具栏里面有个裁切工具啊 这个地方也会裁切工具 把这个画布裁切一下 裁切到那个大小 然后点击确定 把这个画布裁切之后 然后你看这个图 然后你看这个图 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大一点 图片格式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文件名 也是我们的画码名称 对 名字就这样命名了 然后如果你每天都有练的话 你保存的图片 可能就是8月 9月8号 9月9号 这里你自己改一下日期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到桌面 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GPG选项 它的一个图像选项就是品质 品质如果拉的素质比较高的话 这里显示它的一个 图片的一个存储大小 拉满 拉满的话 12是最高的 最佳的 它就有1.4兆 其实如果你不要拿这么高的话 你就10或者是11都可以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保存到桌面上了 然后再看 这就是我们保存好的那张图片了 你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 这一边的素材图 可以放也不放 如果是第一次画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下 放一下比较好 像我这样就放出来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自己的一个小的 小的 性感头像练习 放到旁边 这样就更方便你去观察 然后还有点数 讲完 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这节课呢 那种主要是第一步 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PS的一个操作 软件操作 然后软件安装 包括大家手里有的 有手挥板的同学 一定要把驱动器安装好 就是要自己检查一下 自己的驱动器有没有问题 那个文件都在群里面有文件 如果遇到问题 可以先找一下问题阻带 然后实在不能解决的话 找一下老师帮忙 第二个就是我们 那个笔刷安装 也是直接一个安装方式 告诉大家 这个比较快的一个方式 然后是给大家讲到 体型的这一块 体型的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风格 照片转可爱风的一个方式 再就是最后一个作业 小作业 控笔练习的小作业 然后可以按照我给大家讲的格式去画 就是人家画的那个格式嘛 这个就是他们控笔练习的一个方法 就有时候大家如果实在是手太抖的话 就把这个平滑稍微开大一点点 拾几二十的样子就可以了 好 这阶课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或者是有问题的话 你就去把问题 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们一起解决 这个性感呢 是 性感还得再精细一点 还没入门呢 今天讲的就是入门了 就是从软件 然后到软件安装 然后再控笔 因为我们第一步不是画嘛 第一步是要熟练工具 熟练工具的话 你首先就要把这个工具熟练嘛 工具熟练就要从练习 掌握适应它开始 那这个线稿 这些叠加的地方 它就会看不到底下的线条 要擦一擦 小波没有报版会课程 最近在忙啥呢 大家还可以再把这个线稿再精细一下 可以把这个透明度降低 是吧 降低之后你就看不太清楚 这一个图层上面的东西 但是要有看清一点点 然后再行进一个 行进一个再去画 再去画 忙不过来 咱们YP的学员还是比较积极的 就是课程 划得比较满 我们有些课程交错在一起 就 画一只笔 咱们在画的时候可以选这种流畅一点的笔招 笔刷 比如说这个 我画笔刷 勾线 勾线顺畅 顺滑 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刚才起草稿的时候 用的是那种铅笔 铅笔的话 它会大一点点材质颗粒 所以画的那个感觉 需要像这种 这种白一点点的 纸饼的颗粒感 你们再画这个 再次刻画这个 线稿的时候 就要 把线条 然后放那个 干 就是尽量画干净一点 不想画作业 你有工具在手里 你不想摸一下它吗 不想碰一下它吗 手绘板 应该会比 会比 纸 手绘要像一点吗 应该会像一点吗 你试一下吧 油板子 油板子可以试一下 来起来也快 就是你画的时候就在那里画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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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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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